臺灣的電力狀況備受關注 有平面媒體報導 臺電最新電力供需預測指出 11月夜間風備轉容量率 可能不足6% 不過臺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強調 近來有颱風帶來豐沛水量 挹注水力發電 因此夜間風備轉容量率 可以達百分之八以上 供電無餘 今年夏季用電量暴增 尤其七月的尖峰負載屢創新高 連日破四千萬千瓦 近來全臺各地出現大小零星挑電問題 但整體供電仍算穩定 不過進入秋冬 有平面媒體披露 臺電最新的電力供需預測 夜間風備轉容量率 十月上旬 僅剩百分之七 亮起供電吃緊的黃燈 十一月更低 不足百分之六亮起供電警戒的橘燈 難道今年秋冬電力又要拉緊爆了嗎 台電表示最新的電力供需預測 非定案的內容只是內部會議討論文件 臺電結識主要是因應秋冬空污季來臨 十月起燃煤電廠執行擴大自主減煤方案 其中臺東電廠配合停機三部 信達電廠停機兩部 合計減少約兩百五十萬千瓦 不過也有稅修的機主歸隊 包括明潭二號機 大潭三號機 通宵四號機 將於十月二號前加入供電 不過學者表示供電緊張問題還沒完 因為明年三月合二長二號機即將除役 學者認為目前國內供電情況如同走鋼索 明年三月的備准容量率恐怕會更低 僅百分之三 不過近來臺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表示 經濟部正規劃推動光電廠結合儲能設施 由光電業者釋出部分的虧限容量 加裝儲能設施穩定電網 近期就會對外招標 目標是二零二五年達到五百百萬瓦 記者黃磊吳家寶台報道 敲碟 字幕提供